我们在玩耍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玩的时候感觉这个机子没有力 就是没有力 这个车都支不起来 然后吹小臂动作会比较慢一点 没有力怎么办呢 我们打开这个侧门 先检查一下这个油的压力 编一个滑看一下 把它小臂收到底或者挖都收到底 先看一下 看它这个设置在跳 但它没有压力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找一把拼口的螺丝刀 这里是有一个调节螺丝 往正式针拧的话是加压 现在我们拧一下 调个压力 我们感觉拧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先再动一下遥控 试一下压力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压力稍微 稍微涨了一点 然后我们再调 再试 压力应该上到有两兆吧 工作还可以 这个测试一下 还是没有什么力 然后我们接着调 一般像我们这款翼 挖结机呢 我建议调的压力在3.5 3.5兆帕到4兆帕左右 我们不要一次性给它调到底 我们要一边刺一边调 然后试个压力 然后试个压力 如果你要感觉这个压力小的话 你可以给它 再调节一下 这个车试一下 现在就会很轻松 这个油压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你感觉我不喜欢大压力的话 就是随时随地可以调节这个压力 这个调节滑 很多人感觉我这个压力调了呀 它为什么还是会稍微慢一点啊 我们来就找到这个打开设置 找到这个最大堕量 找到通道5 通道5的话 我们油闷设置是70% 我现在给它调到100% 100% 然后我们就现在试一下 它这个动作就会很快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微调呀什么的 动作会太快的话 你的操作会反应不过来 所以一般我给大家建议调到这个油门 在60%到70%左右 我现在调到60% 动作会比较慢 但是呢 它更仿真一点 压力也是正常